我們今天來做一個45G交換的動作 右邊的這個是KST的X10 這個是MKS的HBL6625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現在在做動 好,那我們直接啊 直接在這邊弄一個尖尖的東西 你可以弄一個磁鐵 這樣把它勾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拿起來了 可以看到 這個ECO已經拿起來了 好的,在ECO拿起來的同時 我們把它放在磁鐵這邊 然後 在這裡 把它往它頂過來 頂過來以後啊 可以看到這根PIN 就拔出來了 這根PIN就拔出來了 好的 可以看到已經拔出來了 拔出來的同時 這已經就失去作用了 那是旗子 對那個頭的是旗子 拐下來 它這個有一點點微微的磁性 所以你用一個磁鐵去吸它 非常的方便 兩個都吸在一起 然后我们往这边拨过来 好 这事物就拆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做NKS的HBL662 这样直接 然后是手上去 把这根瓶再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我们现在来通电 看它是不是一样 所以两个是通用 可以NKS & KST S10 是相同的拉特尔同样的功能 好 接受到这边 所以我们要看下 我们今天来看下 要是它的破灭 这就是它是破灭的 就是它是破灭的 这就是它是破灭的 那是它是破灭的 三个洞 它是破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